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国王在结束了4月1日与爵士队的比赛之后 太阳已经成功地被他们挤掉 掉至西部第八 因为在3月30日太阳输给了雷霆 太阳被雾霾牢牢笼畅着 他们只领先排名第9的湖人1.5场 领先排名第10的勇士3场 随时有可能跌落至附加赛下半了 太阳还剩8场比赛 他们的赛程极为糟糕 有4场比赛要打东西部前4 从ESPN的数据分析来看 太阳队在剩下的8场的胜率只有41.6% 联盟最差 倒数第二的是爵士 胜率都有45.8% 布客的伤也是隐忧 在打完火箭后他脚踝受伤 连续缺席了4场比赛 虽然现在已经复出 但是状态一直七七复复无法稳定输出 但现在可不是给他们休息的时候 因为太阳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太阳表现得非常割裂 现状远低于七望值 博彩方面太阳还是热门 西部冠军球队排名 太阳仅次于金块 快挺 位居第三 刚于目前西部前三中的雷霆与灰狼 数据预测方面太阳全面落后 他们进入西部决赛的概率只有7.1% 低于胡人的11.2% 拿到总冠军的概率是2.7% 低于勇士的3.0% 这一割裂还表现在另一个层面 太阳有三巨头 但从场上来看 不可或缺的更像是努尔基奇 每百回合在场 布克能让球队赢下对手5.8分 多兰特是5.2分 努尔基奇是惊人的9.8分 而在努尔基奇下场后 太阳每百回合要输14.9分 多兰特是7.5分 布克是7.2分 上场输给塞尔蒂克主教练 沃格尔被群起而攻之 他只让努尔基奇打了28分钟 而在这段时间 努尔基奇的正负值是正五 太阳的其他中锋 与他相比较极为拙劣 尤班克斯打了11分钟 正负值-20 布尔布尔打了10分钟 正负值-10 努尔基奇很不满意 赛后说话夹将带棒 意思是自己赛场时 塞尔蒂克占不到便宜 但没法控制自己的上场时间 眼前的情景 与当年的篮网如注意者 都是球队防守疲软 一开始将矛头指向内线不足 然后拼凑出的阵容 始终无法有效轮换 主教练备受指责 篮网中锋克拉克斯顿 就很像现在的努尔基奇 他具备极强的防守能力 被认为可以从1号位到5号位进行防守 提升了篮网的护框能力 然而在2021-22赛季 纳什对他的使用非常谨慎 常规赛场均仅让他出场20.7分钟 季后赛更是只打了场均24.5分钟 纳什与沃格尔殊途同归 到底是中了什么迷魂药 实际上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 克拉克斯顿和努尔基奇 无法融入杜兰特领导的进攻体系中 太阳是一支进攻型球队 诺尔基奇在防守端的表现 无法改变球队的格局 而在进攻端 无法与杜兰特布克和比尔形成默契 作为挡拆中的拆 诺尔基奇本赛季的挡拆率 仅为19.4% 排名联盟第61位 值得注意的是 本赛季的诺尔基奇 与上赛季的祖巴茨 在数据方面非常相似 他们都拥有不错的护框能力 但都无法改变球队 并且在进攻端表现不佳 祖巴茨上赛季的挡拆频率是19.0% 与诺尔基奇相差无几 然而本赛季一切都变了 祖巴茨的挡拆频率上升到23.5% 排名联盟第25位 快艇战绩也随之一路上升 目前位居西部第四 改变的原因在于哈登的加盟 这是战术体系的变化 作为传控大师 哈登擅长与内线球员挡拆 为他们创造得分机会 从而扩大球队的进攻空间 快艇的起手攻势正是基于 15挡拆 祖巴茨的身高和体型放大了这些优势 让快艇拥有了更多的变化 太阳没有类似的战术体系 他们的阵容中 甚至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空位 诺尔基奇在进攻端遭遇的困境 不是他的个人原因 太阳的另外两位中锋 伊万克斯波尔波尔也是如此 他们在护框这一方面表现大同小异 但都在进攻挡拆时无所适从 小球时代带来一系列改变 其中之一就是传统后卫与中锋的挡拆被弱化 但随着防守对策的改变 后卫前锋化成为主流 中锋与后卫的挡拆再一次在进攻体系中 占据高位 只是太阳的思路停留在了过去 无论是杜兰特加强组织 还是布克选的传球 他们与中锋的联系都很难有知的变化 太阳拥有杜兰特布克与比尔三位超级的奔手 前64场比赛场均只有117.0分 联盟位居第12位 还低于胡人与快艇 如果再细究原因 我们会发现太阳与篮网的另一个相似之处 2020-21赛季 篮网在东部半决赛中 抢击大战布迪公路 这轮系列赛 欧文哈登各打了四场 篮网直到最后时刻 才因为杜兰特的彩线三分输球 而公路最终拿到总冠军 这给了他们一个错觉 只要杜兰特能将球投进 没有空位也能赢球 只要找到内线能限制字母哥的球员 篮网在2021年夏天先签下格力分 阿尔特利奇补强内线 又在2022年2月份送走哈登的交易中 换来装神 加上逐渐成长的克拉克斯顿 内线生态完全改变 但没有哈登 篮网的内线优势没有发挥 反倒是几乎在首轮 惨遭塞尔蒂克横扫 上个赛季 太阳在西部半决赛的表现 同样给了他们一个错觉 布克多兰特的疯狂得分 让他们在保罗缺席 0比2金块之后连胜两场 尽管最终2比4输掉了这轮系列赛 但太阳相信只要继续加强火力 补强内线 找到能够与约基奇对抗的中锋 他们就能够击败金块 所以太阳放弃了保罗 用爱顿换来诺尔基奇 效果也是有的 至少在3月初 太阳就通过加时击败金块 诺尔基奇拿到了7分12篮板 和6次出攻 约基奇虽然拿到25分 但只有5次出攻 却有7次失误 赛后约基奇把诺尔基奇夸了优化 这一幕有如昨日重现 2021-22赛季 篮网同样也在常规赛中击败过公路 那场比赛 装神拿到17分12个篮板 和5次出攻 他在场的30分钟 正负只是惊人带 正20 到了季后赛 篮网没能遇到公路 倒是被塞尔基格横扫 太阳能在季后赛中遭遇金块吗 有点悬 如果他们最终真的留在附加赛 胡日勇大逃杀 就会开启在常规赛中 太阳与胡人勇士就各有胜负 到了附加赛 胡人勇士都有丰富的经验 太阳想要突破重围 难度可想而知 最后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在3月30日 太阳在客场输掉雷霆之后 有球迷发推 你会为KD感到糟糕吧 现在都没有人尊重他的冠军戒指 他没有可以成为家的地方 凯文多兰特回复到 I'm at home everywhere I go 翻译过来就是 我四海为家 他曾感受过家的温暖 一切的一切 在2016年的夏天 戛然而止 当他穿上金州35号球衣的 那一刻注定就与雷霆结下恩怨 他的那两个戒指 也被外界认为 是最没有含金量的两枚 他想效仿勒布朗詹姆斯 在获得个人荣誉后 大声对俄成喊出那句 I'm back 但他过于单纯 又或者说想法更加简单直接 加盟了一支 1比3逆转自己的总亚军球队 这也导致他的风平口碑急转直下 或许那时候他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魏勇士拼断跟剑后 或许当初重返俄成的美梦 已经成了泡影 如果说勒布朗詹姆斯的故事 是上天打造的英雄剧本 那凯文杜兰特就注定是 一辈子打工人的命运 开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生活 只不过杜兰特比打工人 更加高级一点 我更愿意称之为雇佣兵 无论是在海湾 还是在布鲁克林 又或是在菲尼克斯 杜兰特都是一个雇佣兵的存在 他的想法很纯粹 他只想好好打球 只想去一支 具有总冠军竞争力的球队 但从外界看来 不过是无止境的抱团举暖罢了 他也曾接近过天风 只是布鲁克林的故事 充满了如骨 他也曾充斥着希望 无奈菲尼克斯的日出迟迟不来 他也曾拼尽了全力 只愿那段岁月 沧桑了昔日的少年 他现在似乎变得更加佛系 或者说他一直是这样 无论是对待篮球 还是对待生活 他都如此真诚 如此的纯粹 又显得那么一丝丝的天真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